微观影响因素 当我们看好了一个赛道 当我们进到具体的项目里面 比如说进到具体的一个细分的 一个领域里面的话 那么我们看什么呢 看市场格局 那刚才讲了 我们首先要看这个市场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来谈你的项目的融资情况 那么首先要看你这个市场是不是足够大 当然我刚才讲到了 就是不同的细分领域里面都会有好的企业出现 100多个细分领域里面会有很一大批的好的企业出现 但是你所处的市场的大小 其实也决定了你的这个天花板有多高 这个市场里面头部企业是谁 尤其是对于假如你想进入到一个新的市场的话 那么他里面的行业的细分领域的一二三名都是谁 这个也是投资人非常关心的 因为假如你是一个新进入者的话 那么你首先你要回答 你跟你的竞争者之间你的差距有多大 那你觉得你有什么方法 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有什么样的竞争优势可以帮助你 未来可以超越你的竞争者 因为你要知道尤其是机构投资者 我们最喜欢的当我们决定了具体的赛道之后 我们最喜欢投的一定是未来有潜质成为这个细分领域第一名的企业 能够投到第一名的是最开心的 但一般来讲的话我们都是要投到前三竞争格局 市场格局是大家要去了解的 商业模式的演变这个是我们要看的 就好像我刚才说那新东方刚创办的时候 他们的市场的方式是去派单 然后是去刷浆糊对吧 那到了现在的话 商业模式在一步一步的演变 那么现在新东方已经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 这样的一个教育商业集团 这样的一个独角兽 这样的一个航空母舰 那他们自己的商业模式也在很快的迭代 很快的演变中 那么具体到这个具体的细分领域 具体到细分领域的话我们会去看 那么这个细分领域里面有什么样的商业模式的演变 那么跟我们谈的这个项目 你是不是站在了之高点 你是不是有一套你自己的 符合现在的低成本获客的 举个例子低成本获客 然后低成本的去获取市场的一套打法 这个是我们非常关注的 那么第三就是行业的变化 那行业的变化呢 其实跟刚才讲的宏观政策的调整 然后包括消费者升级的调整 那么产生了哪些新的需求 产生了哪些原来从所未有的细分赛道 这些都是相关联的 那么细分领域的相关政策的变化 那么刚才讲到的是宏观的大的方向的相关政策的变化 细分领域的相关政策变化 比如说小生初有什么新的政策变化 那么中考有什么政策变化 高考具体有什么 甚至是具体到哪一科 有什么不同的变化 这都是我们要看的 尤其是我们具体的这个细分领域 我们会去看包括有的细分领域呢 有的项目它是一个区域性的项目 那大家也知道中国的这个教育的业态是非常区域化的 那基本上每一个省 那么他们都会有自己不同的 包括这个这个不同的小生初政策 中考政策 乃至于高考政策 所以对于这些政策的研究和划分 也都是我们这些投资人要去做的 那么我相信大家作为 不管是在北京的教育企业 还是在各地的教育企业 你们也都非常关注这个问题 那么最后呢 一点就是细分赛道的消费者变化 因为我们有一百多个细分赛道 所以我们要去关注不同的细分赛道 它是不同的消费人群 那你职业教育的消费人群 然后你这个学龄前儿童的这个消费人群 那么当然我们指的消费者指的是 儿童的话都指的是他们的买单者 买单者就是父母 那么这些不同的消费人群 他们所处的年龄阶段 他们的消费里面 他们的教育观念 他们的习惯的这种 对于互联网习惯的方式 他们接触到这个教育产品的方式 针对他们去做市场的方式 都截然不一样 所以我相信这个也是 大家每天在琢磨的东西 对于你们自己的项目来说 你怎么去获客 你怎么能够去精准的获客 你的这个用户画像是什么 这个是大家一定要 非常非常非常细的去研究的东西 比如说我前上周 我在指导我投资的一个项目的时候 我就跟他们讲 是一个初创的项目 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们一定要把 你们的用户画像先画出来 在你设计你的商业模式之前 你要知道你针对的是什么样的人 那这样的人 他们有ABCDEF 有多少个种不同的类型 那他们有哪些还没有被满足的需求 是你要去满足的 那么你的商业模式 你的产品和你的服务 是要针对他们的 没有被满足的需求 然后去进行满足 那么这个商业画像呢 这个消费者的画像呢 如果大家在座的 有人没有做过的话 我会建议你去做一下 而且最好其实是挂在你的 你们的公司里面 然后是一个非常细的东西 你要细到 要细分到你的这个消费人群 如果是分成不同品 不同的类别的话 那他们是所属于什么行业 他们在消费上有什么样的偏好 他们在教育理念上有什么样的偏好 他们对于孩子有什么样的期待 那他们的消费能力是怎么样的 那他的获取信息的渠道是哪些 这些东西一有的话 其实你会非常的清晰 你应该去哪里去获客 你应该着重强调 应该去着重做好你的产品 或者服务中的哪一个部分